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但是籃底下有大逼 要到範圍N1 哇 大逼被打到脸了 麦卡洛被打到脸波这边 曼妮高级上篮得分 中距离照理来说 应该是他的武器 没错 假动作的麦卡洛 带一步之后停在中距离 上次对国王队麦卡洛表现比不出这 孙世娟最近他其实蛮会溜这种空手走位的 托在麦妮高手上 联盟的助攻以及超解王 突然间转身 双方向外拔起 其实如果我是梦想家 麦妮高往前的时候 我会在中心就先放在堆啦 因为说真的他如果一加速进来 这真的很难守得住啊 是 很好 然后阿琪这个一半的时间 绕出来接球麦卡洛 地板球 带给钱肯尼 对 晋敏没有操到之后 钱肯尼直接上篮了 麦卡洛在大逼面前把篮板偷走 方向线回过头来 哎 球员没有长感任何 目前有四名梦奖家 球员有得分纪录 麦卡洛也投进了对战国王队的第一个三分 球 出位 让王队并没有很好的一个出手 而且出手机会不是很舒服 好球 好 阿琪一个进去里面突然间转身跳统 上了蛮多的替补球 另外还包括了陈振杰 哦 德威盖了阿米一个火锅 新智再把球送给Q 刻意推到三分线外 防守权都抗上来 Quinsley Davis的第一个field goal 18比14 哇今天梦想家的这个 而且防守麦卡洛也没那么容易 吴冠良 这个转身突然间向右边转过来 原本以为还要做一个 麦卡洛切到进去 还用手把对方顶开 拖两下才投进 多赚两个篮板 对 包括在控球线上的陈振杰 李士烬球给阿敏在罚球线上跳统 通心球 哇你调整的其实蛮快的 而且搭配老吴再搭配吴勇胜 对 这个后场是蛮矮小的 哇 底线被对方的简佑哲 微笑射手投进 就整个 周博城也是刚商与复出 哇 好球 李士烬 哇 飞圈 噢 掉给麦卡洛直接空中作业 AIR SUPPLY 哇 毛总真的后悔吗 是 应该已经上一场打完 他自己也表示 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的状况 恢复得这么好 好 金岛回进了一个三分 目前国王的三分球 十二投鼓中 嘿嘿嘿 大逼居然 居然闪死蛋啊 哪里 狗 不客气啦 反而被对方反冲 这也代表两个的默契 还是 有点差距的 Q先盖了阿吉一个火锅 然后顺势跑一个快攻 第一选都自己上嘛 没错 这两波快攻他都有参与到 然后田可黎 右手还是灵光的 不是只会左边上 打比赛的大概前五分钟而已 对 不过欧骂每次的前几分钟 都会有这个犯规的一个方法 为什么教练不忍心把他换 就看在封线上哪一个箭头 在快攻方面会比较有打握度 是 三分线完林思伟 今天苏伟上场时间 并没有这么多 第一个三分 卡洛把球再回给老吴空中 拉杆出手擦板机 尤其今天梦想家的后卫群 打得比较挣扎 Q吸引了两名球员防守周子车 再回给林苏伟被靠背的三分球 命中率还是在两层多 比较力 我觉得国王队慢慢在找到自己进攻的节奏 美尼贝尔从三分线这边把球拿下来之后 我现在那么想家要特别注意到国王队 所以几波的一个进攻二波篮板都没有保披住 空中直升机 看尼贝尔拉下篮板 上半场虽然最后两分钟 好 掩护之后是苏伟单杰的第三个三分球 3 for 3 带着怒气的 球一直在阿吉的手上 阿吉找到外围的奴犯 三分面中 而且在最近的十三场比赛只拿四胜的情况下 信心指数是比较低迷的 哇 感觉好像做人 国王队 看在最后再能走多远 因为去年有小火车的经验 相信大家都知道 曼妮高这个 五十比四十五 阿吉 阿吉 问中卓比尔 歐马 再走下去真的要注意一下 这边有对方的快光 歐马 有放进两分 是 打离波七比零 对 中距离 差满有 解夫 这个绕出来应该在上面做停球 他不是射手 所以double screen 给他好像外围没什么用 对 其实这个战术做得不 也没什么快攻的机会 对 对方的退防真的非常快 好球 解夫 右边上篮得分 吴有胜 得到更多分 就可以取到更多的上篮时间了 对 对 现在要守 凯艳离波马 结果对方马上利用一个掩护的 哎呦 真的是不信邪啊 真的 来 舒适轩回往来跑一个快攻 接到曼妮高的传球 今天舒适轩的表现非常抢眼 一攻一防 赖卡洛这两分也要得够快 累积到了一定的量 好 阿良在底线接到大力的传球 反超了一个三分 在挺脚 基本上命中力又不会太高 喔 大逼的哨把出现了 抓到进攻栏的重新来一次 给阿米 没有人看守的外线进 在团 拎球的机会 就是让人家比较担心的部分 比较 连拿五分的是阿米哥是 保无 后面拖射的是德威 哎呀 可以戴维斯 看看第三届的尾声 赖卡洛 妖传的 小球给到德威 直接冠进 Thank you very much 时间演到 哇 台湾魔咒李德威 最久的是他们年纪最大的球员 昆斯丹利斯 今天已经上了快二十五分钟了 对 还好第三届休息一个五分钟六分钟 好 德威 六十五比六十一 同样这个分数也停了蛮久的 台湾再给Q 好球 如果这球如果有慢动作 你可以看到雷的穿倒 Q今天命中力不高 十五投四中 好球 老吴在禁区的抛头 直接抱歉 Jeff直接带开了 对 没有很好的机会 再塞进去 烧鱼有9分钟 减后的柱头从三分线 送球进 哎呀 曼尼高跳了两次之后 还是把球员起来 差太深了 对 这两个失误 对梦想家来说 蛮伤的 对 现在又回到国王队 进攻的一个节奏 因为只留一个输尾 其他就是把 想办法把其他位置的高度都 提高了 德威 好球啊 注意这个手部的一个纠缠 对 麦卡洛拿球 苏世轩 今天手他手的不够 底下的跳投空心 对 Nothing but that 又是传给德威 可惜啊 这个球再拨到姐夫的手上 还剩一秒钟 外线的陈肯尼 赛进了三分球啊 我知道陈肯尼要怎么投进去了 要怎么投 要这样才能 他心里一定要莫属三分 那你高篮板 跟国王队打到第四节 剩五分钟也仅仅不过得67分 对 69分 阿民这个速度带得很快 好球 进去没机会给他外围 阿民投进了三分球 这是今天 好球 赛进 让过 然后给德威 又在Q一切 哇 再来个中距离 第四节的德威猛喔 哇 再回方 都还是得 拿了九分 八级 德威 给博承 周博承这分也开 配合还不错 也控制住了局面 所以是他来到台湾三场比赛 下来得分最高的 Oh my god 第一次麦卡洛直接爆扣 麦卡洛在第一场 这个俗语叫 狼卧回头啊 不是报文蛋 就是在报仇 哇 凯燕这个外线来得比较晚 几位 嗯 反正球员换上来 哇 好球 大逼 不客气 哇 现在分数里先 做什么事情 还是有喔 最后是 92比79 梦想嘉 今年 第一次 在主场台中中继迷你弹 击败了新北国王 今天当然在下半场 国王队的得分比较低迷 第三阶15分之后 第四阶也只拿下不到20分的分数 对 虽然说梦想嘉在第二阶是大比分的 大比分的一个落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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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